在高雄市长陈其迈陪同下 金融市长刘又昌以独木舟方式体验高雄爱河风光 除了了解高雄市政府推动环河渔民的水域油气成果 刘又昌与金融市政府团队 也到伯特区参访并登上了最近很夯的大港桥 两人还配合媒体要求上演了一段电影《铁达尼号》的著名画面 果然效果十足 随后两人也共同签署合作意向书 希望拥有台湾南北重要国际港口的金融市与高雄市 可以加强交流 尤其通过国际邮轮串联起两个城市的光合作 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光旅游产值与附加价值 这个不仅说是可以从海上看台湾 会有不一样的风貌 尤其当时这个荷兰人跟西班牙人听过的时候 也在看到我们台湾的美景 就说Viva Pomosa 意思就是说从海上看了台湾 其实跟我们坐高铁 坐高速公路 其实风貌完全不同 那更何况它可以让我们两个双港 可以在尖峰的时间 避开繁忙的路上的交通 那也可以大量的从高雄感受 直接串联到高平地区的整个观光景点 那我相信从高雄到基隆 从基隆上岸 包括整个北岸岸 尤其是基隆的小资 基隆的很多的 那种过去的历史的建筑风貌 其实都是非常迷人的 所以北台湾跟南台湾的串联 从高雄港跟基隆港开始 基隆跟高雄双港合作 这个天下无敌 那特别现在疫情期间 我们发现 国际邮轮国内的航线 是台湾另外一种旅游的选择 那从基隆出发到高雄港 这个游城其实受到非常多民众的一个欢迎 在去年的一个售票的一个成果 其实非常非常的好 那从海上看台湾 的确是不一样的风情 那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一种体验 所以我相信 透过今天这个双港的合作 基隆跟高雄携手 我想我们一定可以把游轮的一个产业呢 把它往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来推展 那基隆跟高雄都是台湾的国际游轮母港 那双港的一个操作 我想我们就可以规划出更多样 更多元的一种航线 那不管是国内的一个旅客 还是国际游轮的一个旅客 我想台湾都可以提供更多元的一种服务 基隆市政府官及城市行销处处长 曾志文补充表示 旅客搭乘邮轮从高雄到基隆 将享有免费搭乘光巴士及导览等服务 还享有20项特色伴手礼等旅游优惠 高雄市政府也针对从基隆到高雄的 游轮旅客推出搭游轮送渡轮 以及免费专业导览与多达53家店家优惠的旅游手册 除了参访高雄市政府 牛超一行人上午也拜会了海洋委员会 希望争取在基隆市政府设置海洋科研创新基地 并邀请参与10月举办的2021基隆城市博览会 海委会主委李宗威也承诺 将派出最新型的海巡舰艇来参与基隆城市博览会 包括即将交船的4000吨旗舰加翼舰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